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遇到事情就躲避 遇到事情就怀疑像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上帝却拣选他 然后一步一步训练他 让他成为一个神眼中大能的勇士 这真的是一条很常训练的道路 过去之前分享到说 神不会一下把他推到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 上帝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一点一点的修正他 改变他 让他先跨一小步 然后还不错 有些好的结果 信心被建立起来 然后再一步一步往前去 而在一个胆怯的人要成为一个领袖 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这个过程恐怕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 生命当中都会经历的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读给你听 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积淀的身上 他就吹脚 然后就会有许多人来跟随他 耶和华的灵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 神的灵 圣灵降在积淀身上 读到这段经文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稍微熟悉圣经 你大概马上会想到一节经文 就是在新约里面讲到的 他说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圣灵降临下来 神的灵在人身上 就会经历那个能力 而那个能力是属天的能力 而不只是我的勇敢的能力 我天生的天然人所有的这些能力 谢谢主 从天然人来看 积淀一直是一个胆怯软弱的人 但是他要刚强地站起来 成为一个领袖 带领大家去面对一个极大的困难 他需要有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是圣经里面说 隐于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个上头来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 我很喜欢读圣经里面的积淀 因为在积淀身上 我看到很多我自己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遇到事情就会躲 然后别人要我做什么 我的第一个反应大概都是 不要不要不要 真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可以被一步一步一步带起来 承担一些上帝要我做的事 我经验最大的一个部分 不是我里面的什么东西 被挑望起来 其实更大的一个部分 是上帝把他的能力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在为这一集预备的时候 我心中有一些感动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为你祷告 你也正在面对一些 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 对你自己而言 你可能觉得我力不能深 我怎么会 我有什么能力去面对这些呢 但是主对你说 若是主呼召你做 他就负你的责任 耶和华的灵在你的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着能力 愿主今天向你的心说话